NBC是一個左派的大神功 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 沒有 有沒有議題是連左派都受不了的 連他們都現在發現就是 這樣下去不行的呢 當然有 NBC的主播Chuck Todd 問我們的副總統Kamala Harris 我們的邊境問題現在到底是怎樣 非法移民、毒品氾濫到底是怎樣 很少看到左派的人 逼著左派的領導人回應任何東西 不過光看到這個新聞片段 就可以知道現在情況到底有多糟糕 連Chuck Todd都在逼問要一個答案 連NBC都不願意接受我們政府給的答案 但是這就是我們目前的情況 非常非常的糟糕 我們的政府逼著我們 一定要無條件的接受他們的說法 就算內容完全不合理 我們在德州 我想問你關於海外的 你會叫海外安全嗎 我認為我們有問題 我們必須做的 就是我們要做的 我們要做的 我們要做的 第一件事我們要做的 我們要發出 我們要發出 一筆 製造成了 歐洲的歐洲 這個環境是保安的 但是我們也有 一個民生的系統 尤其是在過去四年 之前我們進來 我們要做的 我們要做的 可以听出来吗 那个主持人的内心的挣扎 我好想要相信 这位副总统 我们左派的 Mary Mandarine 抹大拉的玛丽亚 拜托Kamala Harris 我想要跟你站在同一阵线 我想要相信你 但是 就300万人在那个地方乱跑 拜托你给我一个理由放弃好不好 但是在这边我必须帮Kamala Harris说话 她说的并不完全是假话 并不完全是胡扯 很明显的我们的边境 简直就跟 完全开放给非法移民一样 很明显我们的美国的法律 基本上是参考用 但是她在interview上面说的是没有错的 我们的边境 的确是secured 有保障 有保护措施的 换句话说 是很安全的 美国政府很厉害 如果他们想要的话 他们基本上可以 调查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 当然边境也是这个样子 美国的政府非常清楚在边境发生的事情 是谁非法移民 是谁在做坏事 绝大多数的非法移民 甚至是直接跟美国边境警察自首 有些是被抓进边境管理局的 但是我们的政府就把他们放出来了 放到美国的国内 还有很大一部分的非法移民 是搭着政府的飞机 政府的巴士 到共和党控制的州的 那这些都是联邦政府在做的事情 也就是说 现在的问题不是 拜登对于边境完全失去控制 边境问题全面崩溃 现在的问题是 拜登政府对于美国的边境 有完全的控制 却是使用这个控制权 来让更多非法移民 非法的进入美国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样子 对民主党未来的选举会有帮助 如果这一切只是因为 我们的政府很无能无知 他们真的是没办法把我们的边境搞好 又真的有非常大的漏洞 在那个地方的话 还好一点 但是实际情况却是更糟糕的 现在美国会有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 全部都是他们刻意 蓄意 有计划而造成的灾难 这个才是最可怕的事情